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上海有基础 有优势 这其中人才是第一资源 也是重要的支撑 而要细数青年人才最为密集的地方 张江绝对要算上一个 在张江36万的从业者当中 八成以上都是35岁以下的男青年 这些张江男为什么要选择留在上海呢 来看今天的海上近招 我叫王继 男 31岁 西安教大研究生毕业 在上海张江的通用电器中国研发中心工作 对 我就是你们经常说的张江男 网络上是这样定义我们的 理工科背景 身居简出 工作勤奋 助于表达 薪水很高 但没有时间花 发型主要分两种 输了和没输 穿着标配是 粗黑矿的眼镜 装笔记本电脑的黑色双肩包 胸口的一支圆珠笔 永不临声的门禁卡 很多人眼里我们只懂电脑 不懂生活 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创造生活 地铁二号线张江高科展 每天早上八九点钟 一万两千多人会准时地从地下涌上来 奔赴园区各个公司 再通用电器 我的工作是设计和研发 交通灯 植物照明等产品 通过这个软件可以把我这个交通灯的数据 传到后台 然后也可以让后台来控制我的这个交通灯 比如说看到那个路段拥堵 我可以让它绿灯时间长一点 红灯时间短一点 园区里的每一天 看起来都平静如常 但只有我们闻得出空气里 创新突破和激烈竞争的味道 因为在某条以科学家命名的马路上 或者街角任何一个不起眼的餐馆 就可能诞生改变我们生活的软件 药物或者仪器 不是我们就会是别人 特别是做研发的 从理工背景的 都是喜欢这种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 如果有一天五点钟下班 我会无比内疚 如果第二天还是五点钟下班 我会反思自己 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 连续三天五点下班 我会怀疑公司是不是要把我开除了 加班在张江很常见 当看到产品真正投入市场的时候 我们心里还是很爽的 所以说加班我们痛病快乐的 刚刚来上海的时候 就是住在这个小区 五十六栋的四楼 这个小区叫做御南香苑 是张江人共同的回忆 五年前 这里是我来到上海时的第一站 对 应该就是这货 然后这个门 已经变得比当时要好很多 当年 我背着大包小包来到张江 看着车窗外的农田与天际线 心里有点惊讶 也有点失落 上海难道不是外滩 南京路和路加嘴吗 五年后的今天 张江的配套已经很成熟 许多人和我一样 也申请到了人才公寓 传委还常常会在周末 组织单身青年交友活动 去的你会发现 我们张江南 在女孩和父母心中很吃香 我们不仅会跟电脑打交道 内心也是暖男一枚 妈你在家干啥呢 你多久没见我了 好久了 都想你了 我的邻居 诊科院的博士 既可以做马农 也会弹卡农 我们不仅能读 清华书版社的编程 也会去看沈聪文的编程 这些年来 我一直记着沈先生说的一句话 日头没有辜负我们 我们也切莫辜负日头 每天在张江 有三十多万和我一样的年轻人 都在重启电脑 但人的一生是无法重启的 用我们掌握的知识 为别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追求